首先的话我就先说一下 这个总体的一个情况 因为大家都在关注嘛 就是说现有的美国的芯片的 就是说禁令对于自动驾驶行业 或者说自动驾驶 或者半导体行业 目前到底就是说有没有产生一个影响 我先对这个问题的话 进行一个就是说 一个一个结论化的一个概括吧 首先针对于近期内 就是说截止到 从现在起截止到25年之前 其实针对于现在的 就是说自动驾驶的 不管是研发应用 还是说就是说那个 就是所谓的一个产业应用这块 这块的话目前其实影响不大 因为还是没有波及到这块 因为主要现在波及到了 可能就是在于那个数据中心 就是超算那一块 但是自动驾驶 或者说芯片现有的一个 实际的一个情况来说的话 目前是不受到影响的 然后后面的话 就是在25年之后 或者说基于两到三年 这个节点的情况下 后期的话 针对于就是说超级计算 包括自动驾驶 其实会受到这个法案的 就是现前的后期的话 会受到一定的一个牵连 当然一个程度的话 要基于后期 美国这个 不管是针对于超算 还是说那个 弹导体芯片这块的一个 制裁的一个深度 或者说强度 因为你可以理解成 现在美国对于超算 对于这块的一个 就是说建议 可能现在暂时只涉及到 就是说制造前端 就半导体制造的 就是说制造这块的一个前端 并没有往半导体制造的后端 和半导体设计 然后包括半导体的测试封装 这块进行发展 所以说目前来说 就是说后期的话 如果进行扩展的话 可能会对于中国 高制成的半导体 和相应的超级亿计算案的话 几乎应该会产生一个 相对来说 可能可以理解成 相对来说 比较一个毁灭性的一个打击吧 这是一个主要的一个结论 就针对于现有的美国的 就是说超级亿计算 和半导体制造相关的一个制裁 对现阶段的一个影响 大概是这样子的 接下来的话 我详细说一下 就是说一些细节的吧 其实的话 就是说美国现在的话 其实对于中国 当然我只针对于 就是那个计算半导体 和超级计算器 这块的应用 它目前的话 其实它针对于我们 这个就是说制裁的话 其实把之前的一些 因为之前只是制裁 一些商业公司 包括一些就是说 简单的一些 比较模糊的一些 就是说一个概念吧 但现在的话 它制定了相对来说 比较详实的一个规则 而且增加了很多 一个制裁的名单 就比如说 它的制裁的一个规则 一的话 就是说它已经明确的说 把一些先进和高性能的 计算芯片 和含有此类芯片的 一个计算机的商品 添加到那个商业控制清单里 也就是说 它所谓的一个先进 先进和高性能 应算的话 主要是指的 就是说数据中心那块的 一些超算的一个芯片 就比如说 那个NVIDIA 就优伟达的那个 A100 H100 包括AMD的 那个 那个AMD的那个100 也是 就是说这些涉及到 超级运算的 它是明确的 加到了一个商业控制清单里 以前的话是可以自由贸易的 这是第一点 然后第二点的话 就是说 它增加了中国用于 那个超计算机 或者半导体开发的 最终用途的一个项目 对于新的一个许可要求 这其实就意味着 就是说这个东西 就是可大和可小了 也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现在 可能就是说 你的一些超算中心 你可能就是用于一些 一些基建的一些设置 或者说一些 就是说几个例子 就是可能一些民用 或者说工业用途的一些 就是运用 比如说一些商业公司 比如说那个 阿里云 百度云等等之类的 但是的话 他可以 他现在目前的话 就觉得如果是 您跟相关的一些政府 或者说军用的 就是军方的一些机构 进行合作的话 他就觉得你的最终用途 就是会涉及到 就是说危害 美国的一个国家安全 所以说他会对你进行 相应的一个 就是说一个计用 或者说我不允许 你进行相应的一些采买 这其实就是一个 就是开始了一个 就是可能会对于超算 或者说高高制成半导体 这边一个全面的一个 就是一个 怎么说呢 就是一个一个开端吧 就是说可能会 就是可以大规模的一个制裁 也可以小规模的一个制裁 但是现在已经开了一个口子了 这个其实是比较严重的 因为可大可小 因为中国几乎很多的公司 都会跟政府 或者是军方 有相应一些关系 这也是一些 比较著名的大公司 需要规避的一个选项 或者说有些著名的大公司 需要跟美国 或说跟去就是跟 主要是跟美国去澄清一下 他们在中国的一些相关的 一些业务的一个实际情况 就是就是一定要就是说 可以说就是表姿态嘛 就是听话 该释放释放 然后该释放 释放一些交易资料 该怎么样怎么样 但是就是就看美国那边 一个态度吧 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说 他把一些那个出口的 那个那个出口的管理条例的话 他其实已经扩扩大到了 就是说某些国外国生产的 先进的那个计算机产品 或者说那个和那个外国生产的 用于超级计算机的 一些最终用途的一些产品 这就是意味着就是说 因为美国的话 他会从外出 从国外进口一些 就是说终端产品吧 他可以把芯片 或者说一些相对来说 就是精细的一些 那个ECU啊 或者说这种控制器的话 然后放到国外进行集成 集成生产 最后的话再转回国内 然后所以说 但是现在的话 或者说就是说 我在国外的话 我需要这个芯片 或者需要相应这一个 装处理单元 但是美国不让你去运 但是我可以买一个 整装的一个设备 就是相当于这个设备里面 还有这些芯片 或者还有这些我想要的一些 高性能的ECU 我通过这种就是 这种就是说 一个曲线救国的方式 去进行采买 但是美国已经把这个口子 给补死了 就意味着只要你 就是你这个出口的 一个终端的一个产品内 有相应的受限制的一些 就是说不管是芯片 或者说小型的一个ECU 就是类似于 这种比较清晰化的东西 只要有我就可以把你整个产品 定义为没法出口 这其实也是一个禁令 加深的一个原因 我之前是没有遇到过 这种情况的 就是说大家之前 还可以取钱救国 然后第四个的话 就是说他把一些生产的一些 要求外国生产的范围的话 就是扩大到一些 位于中国境内 主要是指大陆境内的 28个一个尸体 这其实的话 其实是针对于 就是说对于日韩 或者说台湾的半导体产业的话 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影响 因为你比如说存储芯片 或者说相关的一些半导体的话 包括美国的一些半导体公司 他因为人工各方面 包括靠近市场的原因 他们把很多的一些 就是说厂 或者说相应的一些产线 放在中国大陆 包括台湾台积电 他们也是这样子的 所以说现在 因为经历了一个情况来说 就是逼迫着他们 要不然的话 就是说降低在中国大陆的一个技术 那个技术投资的一个程度 就是相当于 就是说你的低端的一些 芯片加工产业 可以放在大陆境内 但是你高端的 那个芯片的一个产线的话 必须从中国大陆境内去挪出来 不然的话就是说 你就会受到美国的相应一些制裁 所以说现在一些 韩企 然后日企 包括一些台湾的企业 现在都开始进行业务的一些调整 就以规避 在美国的这种经历 对他们的业务的一个影响 甚至说有些企业 比如说台积电 都会主动的去说 我要去美国进行建厂和投资 去来去讨好美国 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这个的话 这个也是开了一个口子 之前也没有制裁到这种程度 也是10月7号之后 就是新出的一个禁令吧 然后第五个的话是比较常规的 就是说将一些半导体制造设备 和相关项目添加到 它那个就是说 那个商业控制清单里 这个之前美国一直都是这么做的 所以就是说 其实对中国来说的话 只不过是把就是说现有的 就是说那些半导体制造设备 再进一步的一些细化 和那个就是说声明 甚至说一些就是在半导体柴链 包括一些特殊气体 包括一些特殊的一些工艺设备 它就是增加了一下范围而已 但是还是跟之前 其实没有过大的一个改变 所以这一点的话 对大家对于对此的话 其实还觉得还属于正常的一个操作吧 然后第六个的话 就是就是增加了一些新的一个许可的一个要求 因为之前的话是在中国的话 你要符合制定相应的一些集成电路的公司的话 你现在的话就是可能 就是之前是得到美国允许 但是现在的话 它现在的话就是可能会觉得 会给你就是说 我之前虽然会允许你了 但是我现在可以重新去对你进行一些判定 就是你是不是符合之前我对你的一个允许 所以说它也设置了一些比较相应的一些预值吧 比如说就是台积电16纳米 或者说那个就是说 就是那个三星的14纳米 机器以下的一些平面 非平面的晶体管架构的一些逻辑芯片这一块 它就明确的说到了 就是说如果你在大陆继续生产这样的一些工艺的 相应的逻辑芯片的话 那我现在就可以给你判定为你是不符合规的 所以就会受到我相应一些制裁 之前是没有之前只是之前没有明确的那么细 还有的话就是18纳米的那种 DRAM的存储器芯片 这其实对于韩企来说打击挺大的 包括那个128层或更多层的一个 Nada的那个闪存芯片 这个就是对日韩企业就是逼着他们 就是说在中国的那个就是说 你建的一些那个生产生产基地的话 可能要进行搬迁就是最有可能的话 要不然就是往马来西亚搬 要不然就是搬到美国 或者说搬到他们本土的企业 就是强制性的要求这些相对来说比较 相对来说高端工艺的一些生产产线的一些生产 芯片生产基地进行大陆之外的一个迁移的一个活动 现在目前是定性下来了 就是低端的可以暂时不搬 但是高端的必须要搬走 不然的话后面会受到制裁 然后第七个的话就是现在的话 其实是你就是相对来说 可能我觉得后期会对于中国的 不管是中驾驶或者说半导体产业 有一个相对来说可能会极大的一个打击的 因为他说到了就是明确限制美国人 在没有经历就是很多许可的情况下 支持那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半导体 就是说制造设备或IC开发能力或生产能力 因为这就意味着就是说他可以从 就是说把制裁从公司层面 或者说从产业层面就是直接延伸到个人 因为大家应该或多或少也都了解了一些 其实在中国的不管是特别是半导体产业 其实就是说就以制造为例啊 像中芯国际这些一些大厂的话 他很多都是通过台湾人 或者说就是说因为那些台湾人的话 可能很多会拥有双国际什么样的形式 哪怕他们不是美国人 但是他也会受到一些相应制裁 他们的话就是说他们帮忙建立和发展了 中国的半导体的一个产业 但是的话因为这种情况的话 他这种情况的情况下 他们可能会面临着就是视野和家庭的二选一 当然我了解到的话 大部分的话如果是真的限制到自由的情况下 大部分人都会选择家庭 而不是选择视野 所以说这可能会迫使 就是说一部分就是拥有双国级的 就是台湾或者说美裔的 当然也涉及到有些日韩企业的 包括还是就是纯美级的一些高端人才 或者说高端的管理人才 离开大陆地区 因为他们现在只是限制到 那个制造的前端这块的一个产业 而且是对一定制成的影响 但对于制造的后端 包括在往上一个产业内 就所谓的芯片设计 包括下游的就封装测试 这块暂时还没有制裁 所以说受制的人可能还是人数还是有限的 但是不排除后期会扩大 然后再其次的话 就是说中国的自动驾驶的话 其实就是我现在说的中国的自动驾驶 更多的是指那个就是说上层应用 就可能就是应用端口那帮 很多的一些初撞团队 或者说包括中国的现有的很多的AI 就是做AI芯片相关的很多初撞团队 他们的核心创始人 或者说他们的核心的 就是核心的那个技术研发团队的一些 那些那个主导者 很多就是绝大部分啊 就是至少有六成以上 其实是来源于美国地区的 或者说你可以理解成就是拥有美国绿海 或者说已经入籍美国的那帮人 那帮人的话是因为 中国现在目前是一个 也可以说是个红海有大把的一些机会 去实现他们的梦想 所以他们来到中国进行相应一些创业 或者说来建设中国 但是如果这个制裁 禁令进行扩展 扩展到就是自动驾驶领域的 就是相关的就是说美国的人员 从业的一个进入的话 可能会让中国的自动驾驶的发展 迎来到一个瓶领了 因为现在中国的自动驾驶 自动驾驶引领的核心人才 其实还是来源于从美国硅谷 或者圣河赛地区那帮那些人过来的 就不管是高级工程师 还是一些相对来说就是工程工程师 包括一些就是芯片工程师 因为芯片是一个很讲究经验的一个产业吧 就是说一般培养一个芯片人才 他真的能够上路出手的话 至少需要十年以上的一个时间 而且这帮人才 大部分人都是来源于美国和英国地区 所以说如果这个经营进行扩展的话 可能会导致就是就是说 不管是芯片还是自动驾驶行业的 一大波美国人可能就是又面临着 就是事业和家庭的二选一 如果他们选择了离开 那就是那中国的话可能发展会比较慢 然后还会受到很多的一个限制 因为核心的技术 他们是没有放在就是说中国的 或者说他只是把一些现阶段能够应用的一些技术 放在中国 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然后第八个的话 他主要是对于开发和生产的半导体制造设备 和相关进口物质的出口物项 增加了一些新的许可要求 还有就是建立了一些 这一块的话 其实也没有就是说 跟之前其实没有大的一些改观 只不过是说以前的话 就是说一些关键的一些 比如光刻机 或者说有不就是有那个就限定制成的光刻机 它会有一些 就是说许可要求 但是现在的话 它是把光刻机 然后包括相应一些工艺设备出口 包括一些就是说物质 比如说多听气体 这些东西在用于光 就是那个就是说芯片生产行业的一些东西 这些物料 它进行了一个许可要求 这个的话 其实目前是可以规避的 因为美国的话 其实对这块的相关的一些 那个就是说 那个相应的就是说 半导体制造的一些 进出口的物项的话 大部分都不是 也不是大部分吧 就是说绝大部分 其实是在欧洲地区 会出口这些东西 但如果中国其实 如果想规避的话 也可以通过一些途径进行规避 所以说这一项的话 算是一个常规操作 但影响没那么大 第八个的话 就是第九个的话 就是建立了一些 临时的通用许可证 就是通过允许 在中国境外使用的相关产品的 一些相关的 一些特定的 有限的制造活动 最大限度的减少 对于半导体供应链的一些 就是说 短期影响 这个其实属于是 保证他们自由的行业 因为美国的 也很多的相应的一些 就是说这种高科技公司 在中国也是有 有有那个分公司的 而且开展业务 如果美国禁令 去对中国进行 大陆进行全面封锁的话 他们现有的公司 其实没法继续 开展后续的一些业务的 这其实这 这个禁令 其实就是给了 在大陆一些 美企的一些缓冲时间 我可以给你一定的时间的话 去保证你现有的业务的 持续的一些开展 和一些相关的 一些研发活动的一些进行 但是的话 就是说 你需要 就是评估一下 就是后期 就是说 现有的中美关系 对他们的影响 其实也是在迫使一些 美国的一些 那个高科技的大企业 就是能够 还是要考虑一下 就是说 备份点嘛 就类似于 你是否要考虑一下 往东南亚地区 或者说 就是说 就是说 往美国本土 或者说 一些其他的一些地域 进行一些迁移 就是尽量 尽量的话 不要在大陆地区 建立相应的一些研发中心 其实也算是一个 变相的一种技术封锁吧 这个的话 其实对中国 也会有一些影响 也就是意味着 就是中国的有一些 相对来说 就是说 我们能学习到 相对应的一些 先进的一些技术 和先进的 管理经验的一些公司 他可能逐步的 会把他们的 亚洲总部 或者说 他们在亚洲的 相应的一个研发中心 可能会迁移到 像东南亚地区 或者说新加坡 就最有可能 往新加坡那边 就是说迁移 或者说印度地区 或者甚至说 就是日韩 就是目前会有 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其实对于 短期来说 影响没有那么的深刻 但对于长期来说的话 可能对中国的 就整个的 就是说 就是这种技术 技术与经验的 自由流动和发展的话 会产生蛮大的一个影响的 所以说综合来说的话 就是美国这次的 就是说一个禁令的话 其实 其实的话 目前的话 就是可能会释放出来 一种信号 就基于现有的一个 中美关系来说的话 就是 就是简单来说 就可能会有一个 比较警示的作用 就是以前可能警示 不会那么具体 但是的话 他10月7号 这个经历的话 会把这个警示的作用 就让大家感受到一些 他真的会去实践的一些 就是一些 那些行为和动作 就是 就是用句话说 一直说狼来了 狼来了 以前制裁公司 现在的话 实际的就是制裁的 一些细节都出来了 这是说明狼真的来的 这可能会是跟 就是说中国的上层 或美国上层 有一些 anyway 他们有一些的 一些博弈有关系吧 但对于我们从事 就是说芯片 或者说自动价值行业的人 来说的话 就是短期来说 或者说基于现有的细则来说 其实我们目前的一些业务 和一些那个技术研发 目前确实是不受 什么影响的 但只是短期 因为我们都会进行了 一些相应的一些 不管是物料储备 还是技术储备 还是说相关的一些 就是说供应链稳定性 我们都做了一些措施 但是长期来说 我们是不敢想象的 就是因为本身 不管是芯片 还是说自动价值行业 就是说哪怕中国 一直在心心向荣的 一个发展 但是这还是居然属于 中国卡布特的产业 它的核心的一些技术 包括一些核心的 一些产业链 就是说核心 就是产业链中的核心环节 很多都是掌握在 就是以美国为首的 这些西方国家手中的 所以我们目前是 没法建立全产业链的 就是针对于芯片行业 包括就是那个 自动价值行业 因为他们不仅仅是 就是说掌握核心技术 其次的话就是说 他们也是整个行业的 一个制定者 就是这个行业怎么发展的 为什么会有这些 发展的一些趋势和方向 路径是怎么 Root Mac是怎么规划的 包括这些东西的话 其实包括一些知识 知识产权的一些专利 包括一些核心的 就是说那个 那个系统架构等等 一系列的东西 包括一些通用的 国际规则和规范和用力 这些东西都是 他们进行制定和设计的 您可以理解成 他们都是规则的制定者 我们只是规则的 就在他们制定规则中 进行进行 就是说往前进和 就是学习和模仿者 所以说 长期来看的话 如果美国真的 对于中国这两个产业 进行封杀的话 可能我们要面临到 就是停滞不前的一种状态 甚至说 要就是进行相应别转型 当然就是因为这些 这些危险 或者说不利好的一些信号 在不断的一些输出和发展 所以说我们现有的一些客户 比如说那个主机厂 包括一些相应的 就是会涉及到 就是说自动驾驶 及相关产业应用的一些企业 他们现在确实在寻求 国产化替代的一个 就提出的这些诉求 就是加深了对于我们这种 就是说做芯片 就高端制程芯片 或者说做自动驾驶 一些企业的交流 看看是不是有一些方式 可以规避到后期 美国把精灵扩大的一种情况 但是大家现在是 仅仅还是仅限于交流 去仅限于交流去找位份 但是如果要把现有的 就是使用国外的一些产品 进行直接的一个替代的话 其实这个时间 第一时间是比较久的 第二是就是移植的可行性 或者说你进行替代的 就是说整个的一个可行性 包括供应链的稳定性各方面 大家就是不管是 现有的甲方的需求方 还是我们这种乙方 就是产品或者说服务的供应商 我们现在其实都是存疑的 都是希望 都是走一步算一步 或者说我们希望后面中美 关系能够缓和 并不会把就是说 现有的这种制裁的程度加深 或者说制裁的话 可以控制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 这是我们期待的一点 但也就是说综合来说的话 就是说我们对于未来来说的话 大家都不是那么的看好 都做好了 就是说可能就是像俄罗斯那样 就是说大家都遵循着 就是说那种末日堡垒式经济 也要做好 可能会迎来这种日子的一个准备吧 所以说短期是暂时不受影响 长期大家都是挺配观的一个状态吧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包括今天我已经 见了两家 就是国内著名的大型的 就是做那个云计算的公司 然后大家去交流现有的一个情况 就是接下来是不是要产生一些 相应的一些合作 去面对美国禁令的一个影响 是不是可以寻求到一些替代的 国产化的方案的可行性 到底会怎么样 之前可能大家是有中断过一段时间的交流 但是希望现在重新交流起来 看看是不是就是提前做一些技术储备吧 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整体的一个情况 是大概这样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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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子的一个事情